记者日前从市供电局获悉 我是首批新型智能配电变压器 于近期陆续投运 标志着我是进入智能电网建设新阶段 将进一步提升全市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助力惠州建设国内一流城市 同湖镇琥珀新村智能配电变压器安装工程 是我是首批新型配电智能变压器 示范性项目之一 近日工程完成安装调试顺利接火送电 和普通配电变压器发生故障 需要人员耗费大量时间查找故障点相比 经过升级改造后的智能配电变压器 能够借助物联网云平台进行数据实时采集 从而实现无人巡视和精准检修 大大提高供电可靠性 也更加有效地提升了电网运维工作效率 它的监控功能包括它的测电压测电流 比以往更加准确 然后它还增加了一个变压器的重过载 变压器里面的油温过高 等这些故障它都增加了这些功能 更重要的是它多了一些故障停电的报警功能 这样相比我们传统的变压器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后台还有手机APP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一个故障信息 这样对我们对设备的一个检修 还有一个运维的话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记者从惠州供电局了解到 目前我市已在仲凯 波罗等县区 建设了五个智能配电变压器 还将陆续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新型智能配电台区建设 力争进一步助力惠州经济社会发展 满足片区用电负荷发展需求 惠州台报道